大家好,我是想去做和尚本科没有上,方丈偏不让只能回家讲电影的林格 月黑风刀杀人夜,一妙林女子正在研究菜皮 呼的一个电话打来,一道低沉的男婴对女子说自己是死神要来取她的命 这种低级玩笑谁会相信咱,女子压根就没当回事 谁知,不一会儿,一面具杀手就闪现在她眼前,追着女子一顿乱砍 最终成功收割女子性命 这样一桩悲剧竟成了小镇新闻的爆点 其中一记者性感解更是为了新闻的准确性牺牲自己火辣的身材 与负责案件的警察黑黑进行不正当交易 而另一边,咱们的女主大梅及其五好友对这起杀人案甚是恐慌呀 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在一年前的某一天突发吉祥,决定当晚在野外露营 一行人在开车前往郊外的路上,由于大梅有点迫不及待 在车上就按捺不住对男友大壮动手动脚 导致作为司机的大壮分心,撞到了路边的男人 男人其实也没啥事,自己旺游着就能走了 和六人心思不轨呀 觉得这男人对他们的美好人生产生了威胁 于是几人合力杀害了男子,并将其抛尸河中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定 作为故事的主线人物,他们当然跟近期杀人案脱不了干系啦 在学校举办的选秀大赛上 大梅的好姐妹小岚上台大小身材 虽然一系列的动作十分魅惑人心 但其他参赛选手也不逊分毫 评委们一时之间难以抉择 既然这样,那就再附加一个表演项目好了 轮到小岚上场介绍自己的特长时 他猛的看到面具男杀手 正在前边楼上残害自己的男友大力 这一刻把小岚吓坏了 他面露惊恐的大喊大叫,向大家求助 然而大家误以为他在演戏 纷纷对他的表现赞叹不已 这演的不错呀,像真的一样 于是评委一众给小岚打了高分 就这样,小岚轻轻松松取得了冠军 他先是毫无心理压力的领了奖杯 而后找来大梅讲述案发情况 这女友当的,咱先心疼大力一秒 而在几人谈论的同时 面具杀手正在他们的背后处理尸体 你们几个人就一点也不好奇 后面为啥这么大动静吗 到了晚上,大梅也接到了面具杀手的死亡电话 紧接着面具杀手就出现了 女主毕竟是女主,战斗力惊人 很快就从被追杀转为驱赶面具杀手的状态 不一会儿,大梅就将杀手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大梅的男友大壮爬进了他的卧室 备受惊吓的大梅像是握住了救命稻草 紧紧的拥住大壮 可在温存中,大壮兜里的东西不慎掉落 这东西很像是面具杀手的装扮 大梅顿时宁心大气 甩开大壮就跑 恰好遇到前来打探情报的警察黑黑 这下好了,大壮当场被捕入狱 随后大梅觉得自己独居太不安全了 便借助在小兰家 谁知竟再次接到杀手的电话 这也就意味着大壮并非凶手 而真正的杀人犯仍逍遥法外 而接下来,死亡游戏似乎愈演愈烈 在大梅不知道的情况下 面具杀手杀害了性感姐和小兰 刚想对黑人妹动手 不料黑人妹自己捉死 在电影院观影不讲文明 不仅大声嚷嚷还恶意剧透 惹得观众暴起将她殴打致死 而此时,大梅也想起了个法子对付面具杀手 她大张旗鼓地举办派对 心想,那么多人看你怎么对付我啊 怎知,在派对结束后 刚放出来的大壮和同伙男磨到祸祸向大梅 他们谈言,最近的事情都是他们搞的鬼 就是想将一切罪行撇清 让大梅替他们背黑锅 说这么多,明明就是你们打不过大梅好吧 可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面具杀手再次出现 解决了大壮和同伙男 大梅登记头顶主角光环 对着面具杀手全拿脚踢,战警上风 可等警察赶来 面具杀手却凭空消失了 大梅对此十分苦恼 究竟怎样才能解决掉这阴魂不散的面具男 这时,警长提醒他 多多留意你身边的人 也许你最不在意的人就是一直困扰你的人 这无疑瞬间点醒了大梅 经常被自己忽视的人 可不就是警察黑黑吗 然而,等大梅追去找黑黑时 黑黑早已绝尘而去 留下大梅一人在原地崩溃大喊 当然,大梅虽贵为主角 但仍要为自己的罪行赎罪 站在马路中间发狂的大梅 随之被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撞子 这真是一部有趣又搞笑的惊悚片 但其中也不乏一定的内涵 那便是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不做坏事就不必心虚了 这样无厘头的搞笑恐怖片 你喜欢吗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